美国第45任总统诞生不到24小时 激起的狂人负面效应一波接着一波 各地爆发的示威活动接连上演 华盛顿周西雅图市中心 距离反特朗普示威现场附近的一间便利店外传出枪声 有四男一女中弹 其中两名伤者伤势严重 尽管如此 警方初步调查否认这起枪击案是针对反特朗普示威 强调只是个人争执引起 警方事后封锁案发现场 全力追查再逃嫌犯 而在纽约曼哈顿 当地的反特朗普大型示威活动 从星期三一直持续到星期四早上 上千名示威者对选举结果大失所望 完全无法接受口无遮拦 风言风语的特朗普成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拒绝了总统选 我们拒绝了总统选 我认为特朗普像很多严重的领导人 都被人的恐怖 被人的恨犯 这就是很可爱的 我们在历史上能够做 这是一个严重的严重的方法 但他做了 厌恶特朗普的这股情绪 从美国延烧到外国 数十名菲律宾人今天踩上美国驻飞大使馆外 高喊口号并焚烧特朗普肖像泄愤 炮轰特朗普的当选只会加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而在应对穆斯林黑人以及移民政策上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糕 面对国外的冷藏热讽 隔岸关火 国内的反对声浪 不被看好的特朗普接下来如何一一化解 且看这名白宫新竹人如何建招赛招 解滞接下来respect的 解决时头的冷藏 解� UI 解目前白筹 解决时提供 解决时ρό 解决时拳时 解决时 解决时